跟古关能力集中的记载完全符合 救生魔云藤 地球上今天有魔云藤 既然指望不上别人 那你就突破成为超越战神的存在吧 我给你机会用他们兑换宝物 我现在防御有黑神套装 兵器有顿天素 精神念石修炼有精神念石基础 防弃智能战机 我去买它 何方 你现在综合实力已经达到战神巅峰 没必要留在精英训练营 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 留在红宁基地时 进入特别型动组 将来可申请当训练营老师 二 外派去其他基地时 担任监察室 我希望能回江南基地时 担任监察室一职 监察室是一个基地室的 极限武馆所有成员中的最高职位 你要成为监察室 还需满足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获得高等战神称号 是 是 罗峰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你是 您好 我是极限武馆内部联络员 是您 先生 是的 我是极限武馆总部的AI仿生人 您购买的智能战机已经备好 请随我来 您购买的技术 这就是我的智能战机 罗峰先生 因为您没有使用过这架战机 所以一开始会有一个系统认定过程 这就是我的智能战机 变证完成 您好主人 我是本战机智能系统 很高兴为你 我现在给你命名 就叫 1号 是 主人 这是极限武馆 留给整人的箱子 黑神套装和钝天锁就在这里了 精神念试基础的秘籍 5号 3号 1号 2号 3号 中文字幕——YK 如果不看说明书 真没办法想象 这就是黑神套装 黑神套装行体各衣 或以手套出现 或是衣帽裤子 来至于戒指都有可能 使用方法倒很简单 只要穿在人身上 就会自动渗透皮肤 吸收鲜血 吸收部分鲜血后 黑神套装就会变得 跟人身体非常的契合 把如皮肤一样 且不心碎易动 成了 变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盾天速太强了 速度是我过去的两倍还多 极限飞行速度超过了1300米面量 就算是超越战事 也极难靠飞行突破1000米的光口 高等领主级怪兽可不动暴容我 高等领主级怪兽可不动暴容我 你有资格做我的对手 高等领主级怪兽可不动暴容我 5月4日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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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放着弓线吗 在我的顿天梭面前还差点意思 放着弓线 黑神的好招 防御力果然强的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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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适合青神的势力 他们死化不假 请垂头脸第四场 盾天速克分解为三百六十五枚刀平 可惜我只能控制其中六枚进行攻击 要是能学到增加控制数量的技巧 就能更快击杀可不多暴龙吧 怪兽材料齐了 去获取高档战神称号吧 罗峰先生 根据金刚元和克魔多暴龙的价值 你一共可以获得两百亿含下币 以及一千万贡献点 恭喜你完成等级认证 两百亿含下币 也汇到你的舞者专属账号 贡献值也升到四星级了 另外 我已帮你提交加入战神宫的申请 通过后 战神宫会将专属的意识感应头盔送来 请稍候 罗峰先生 让您久等了 这就是意识感应头盔 是的 有了他 就可以在地球上任何一处 直接进入虚拟空间 罗峰先生 欢迎你加入战神宫 战神宫成员 会拥有诸多权限 同时 也会带来更重的责任 还没等师兄师姐回来 就到了该离开的时候 回家前 先告个别吧 你就要毕业了 这么快 是的 关主说 我已经不用留在训练营了 嗯 关主这样说 肯定有他的道理 但这和你趁机开流是两码事 你连我们最后一面都不见 就想靠一通电话打包我们吗 师姐别生气 等有空 我请大家吃蛋蛋 我不听我不听 我会专门请厨师给师姐准备你们苏承的名菜 啊 你没能加入军方真是太吹息了 不过有你在 以后要是有江南基地式的防卫任务 我们也可以安心不少 等大家毕业 我们战神宫再去 一言为定 我已毕业 即将动身回到江南基地时 愿你也能坚守本心在未来走得更远 不着 如营万年 就先我引毕业 罗锋 你果然是个碍眼的存在啊 太好了 罗锋一走 我们又可以在训练营里扬眉吐气了 大家 大家 再见了 我来啦 战神宫 我来了 我感受到